大家好,今天我要来示范做一个煎鲑鱼,就是salmon的,在中国大陆说三文鱼,这个煎鲑鱼配一个我自己发明的白酒味噌酱汁,这个酱汁怎么来的呢? 因为我前不久去外滩的Junjo餐厅吃饭,他们的牛排配一个红酒味噌酱,我觉得味道很好。 那回来第二天我刚好要做鱼,我想鱼的话配白酒酱汁,因为白酒加味噌就会味道也很不错,我今天来示范给大家看。 那这个,你看我们今天买到的这个三文鱼品质非常好,这个是,应该是挪威大西洋来的养殖的三文鱼。 养殖的三文鱼呢是非常非常容易做的,因为他们养殖的跟这个阿拉斯加拉那个野生的不一样。 野生的老师说,他的这个肉质紧密,然后营养程度更高。 但是容易做化,因为他的脂肪非常的少,这个鲑鱼是逆流而上回去产卵的嘛。 所以他的肉质非常紧,没有什么脂肪。 但是养殖的呢,脂肪就很多,脂肪多的好处是什么呢? 你很难把它煎的不嫩。 所以,除非你是真的是摆在火上都忘记了,很难会说就干干焦焦的这个样子。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曾经听过有人说,哎呦,鱼用煎的一定会老吧?用蒸的比较好吧? 没有这回事。如果你蒸很久的话,它一样老。 你煎的刚刚好的话,它一样嫩。 所以最后绝对是火候的控制,而不是说用煎的煮的还是蒸的。 那我们今天要用煎的,能够让它的外表能有一点焦黄上色,有一点点香脆。 首先,我在这个上面撒盐。 今天我买到的这个三文鱼上面没有皮。 如果有皮的话,我通常不会把皮去掉,我觉得也留着那个皮。 有皮的话,绝对是皮面先下锅,让那个皮煎的焦焦脆脆的。 要不然如果皮不脆的话,不是还好吃的。 这个盐呢,就这样子大概撒一点。 不能太爽,因为你看这个三文鱼是有一点点厚度的。 如果太少的话,会没有什么味道。 一点点胡椒。 一点点橄榄油。 待会另外一面下了锅后,我也一样再加上一点点盐和胡椒调味。 那现在呢,因为这个最后煎起来非常非常快,总共大概就四五分钟。 我同时希望鱼和酱能够同时做好。 所以我们现在,鱼现在摆在旁边。 如果要摆酒的话,你要摆冰箱。 要不然品质会下降。 那我要做这个酱。 酱需要什么呢? 我现在先准备一点点小干葱。 就是shallot。 如果你真的没有呢, 你就用大蒜或者洋葱都不用, 其实也不会怎么样。 好,这个小干葱呢, 好,我就先加到我这个小锅子里面。 已经加热了一点点橄榄油。 小干葱炒一炒。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总共需要的东西。 酱需要的就是白葡萄酒。 鸡汤。 一点点这个白味噌。 日式的白味噌。 到时候加一点点水调。 还有鲜奶油。 好,我现在小干葱炒的已经有一点点闻到香味了。 这时候我就倒差不多半碗到一碗吧。 大概一个半碗。 快要到快要到, 一个半碗八分满这么多的白葡萄酒。 然后你让它大火滚滚滚滚滚滚。 滚到最后只剩下大概一条跟半条跟这么多吧。 那个酒精灰发掉, 只留下它那个酒的香味。 为什么要用酒? 就是要它那个香味。 如果你没有用, 哎呦,我盖错了,我盖错了。 如果你没有用酒来做过菜的话, 非常非常的建议大家试试看。 只要用红酒白酒再炖菜, 过一会儿那个香气就自然而然出来, 会让大家都忍不住的想要过来围在你的锅旁边。 我们现在要让这个煮开收汁。 我洗一下手。 好,这个时候我先把我的这个味噌呢, 加一点点热水调开。 好,加了热水。 就一点点把它调成一个, 一个糊啊,浓浓的糊。 味噌很鲜很鲜, 就是像,就是发酵的东西嘛。 嗯,跟酱油一样, 比酱油的味道还要更浓, 更这个浓缩的鲜味。 最后加进去的味道就会很好。 好,这个白酒在收汁的同时呢, 我们一个不沾的平底锅。 嗯,大火加热。 鲜鱼最好用平底锅。 这是最保险的。 不管再有精力的大厨, 都是用不沾的平底锅。 免得那个沾锅。 平底锅,对, 不沾锅要不要买很贵的呢? 也不用。 你只要用的时候很小心, 你用木铲子不要去刮到。 洗的时候也不会, 也不要用力用铁刷子刷。 不沾锅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好,我们现在白酒在收汁。 不沾锅再加热。 那等它好了呢, 我们就用它下锅。 好,现在锅子热了。 我鱼, 由于我鱼上面已经加了一点油了, 我锅里面就不加油了。 你一定要由这个锅, 鱼进锅的时候一定要听到 啪的这个声音。 这样才对。 好, 然后我们现在就不要动它。 我这边再撒一点盐。 炒一点皮椒。 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你买在鱼上面是有皮的话, 一定是皮面先下锅, 把皮煎到焦香再翻面。 我们现在这样大火差不多煎个 两分钟吧。 三文鱼的好处是什么? 它在煎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是橘色的, 跟一般白的鱼不一样。 你会看到它越熟, 那个颜色就会越来越上来。 就是从这个珠宝色的这种半透明, 慢慢就变成, 颜色比较淡。 你会看到这个白白的颜色 会越来越上来。 就是它的慢慢的在熟了。 所以第一次, 首次练习煎鱼排的, 煎三文鱼, 鲑鱼是最容易的。 你就是眼睛就可以看到它熟了没有。 我感觉我的火稍微有点太大了, 我稍微关小一点, 大概中大火煎就行了。 我们来检查一下下面。 哇, 你看现在下面有漂亮的色格。 就继续让它煎。 好, 我不知道这个, 呃, 我们这边这个摄影机看不看得到, 我稍微转个头让大家看到。 你看, 这个颜色现在慢慢白白的就上来了。 就是, 你就看得到它一点一点的变熟。 我火再小一点, 免得外面焦了, 你就一看得到它。 差不多呢, 熟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翻面。 好, 你看啊, 现在我们这个三文鱼, 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这个颜色, 白白的就越来越上来了, 它就是在煎熟。 你反过来, 你看底下, 很漂亮的焦香的颜色。 我把火稍微关小了一点点, 免得这个底下焦了, 中间还没有熟。 我们差不多这个, 这个白白的颜色到了中间的时候呢, 我们就翻面, 现在是用中煎中大火。 那我们的这个白酒酱汁呢, 也是这个热烈的滚着, 等它再收到更少一点的时候, 我就要把鸡汤先倒下去。 好, 你看现在, 这白酒精虫差不多一碗的分量, 收到大概只有一汤匙了。 这时候我把, 大约一杯的鸡汤倒下去, 继续再让它滚。 好, 现在三文鱼, 鲑鱼已经, 你看, 颜色白色的过半, 把它翻过来。 我是不怕烫, 但你怕烫的话呢, 用锅铲最方便。 现在我把火转小。 好, 我们现在这个鲑鱼呢, 翻了面, 又差不多煎了, 有个快要一分钟。 那我们以前曾经讲过的, 要怎么样测试于刚刚好呢? 你拿一个, 拿一个刀子啦, 或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铁叉子, 托到中间去, 然后碰你的仁中。 温温的, 就是刚刚好, 我现在还算是凉。 如果是热的, 就是已经过了。 如果是凉的呢, 就是还没有到熟, 够熟。 差不多温温的呢, 我们在最厚, 最厚的这个地方, 碰一下。 现在差不多可以了。 我们千万不要让它过熟, 鱼过熟了就不好吃。 因为品质好, 你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酒熟一生哦, 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这个鱼先起来, 酱汁马上就可以好。 好,那现在我们看, 我们加了鸡汤, 白酒收过以后, 加了鸡汤, 现在鸡汤也差不多收汁, 收了一半, 然后味道浓缩一下。 我们现在加鲜奶油, 差不多加个, 四分之一杯, 到三分之一杯吧, 直到你感觉那个浓稠度, 不错。 好, 继续再让它滚一下。 好,现在差不多了。 我把火关掉, 加上刚才准备好的这个, 白味噌汁。 因为鸡汤是自己做的呢, 比较不会太咸。 如果你买的外面的鸡汤是很咸的话呢, 你就兑一点水。 呃, 因为这个味噌本身是有咸味的。 我的这个锅, 火关了它还是继续热。 现在味道非常的鲜。 好, 这样差不多。 像我刚才呢, 配菜, 我烤了一点点芦笋。 这非常简单啊, 就整根芦笋呢, 呃, 加点, 加点盐, 胡椒, 撒点橄榄油, 我还把它, 摆了一点柠檬皮。 就这样子, 呃, 放在200度, 摄氏200度的烤箱里面, 烤了个, 15分钟。 这样子吧。 然后, 我们的这个白酒味噌酱汁, 放在上面。 非常快速简单的一道, 煎三文鱼配味噌白酒酱汁。